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周的桃园生活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具有百年历史的东北名小吃 雪棉豆沙 和我们浙江临海地区的特色小吃 淡清洋味的做法极其相似 成品口感超炸 马上来看一下简单的家常做法 只需要四种食材 鸡蛋四个 面粉和生粉各50克 红豆沙150克 首先我们把豆沙搓成大小均匀的小球 每个大概在15克左右 搓圆备用 今天选用的是大好几档 每个在65克左右 首先我们把蛋黄和蛋清分离出来 今天用到的是蛋清部分 蛋黄可另做其他用途 接着我们来打发蛋清 提起打蛋器成尖角 像这样子筷子擦进去不倒 硬性发泡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分次加入面粉和生粉各50克 用硬胶厂上下方拌的方式 混合均匀 大白酸完成以后就可以开火炸制了 等油温烧至三层热就可以开始裹豆沙了 取一个豆沙球放入蛋白酸里 借用两个同等大小的勺子 使豆沙球均匀地沾上蛋白酸 最后倒扣小勺 一个个生胚就轻浮在油面上了 全程要用小火炸制 因为蛋白糊预热后上色非常快 如果火大了就非常容易炸糊 同时慢火也能更好地让生胚受热均匀 不断地占打 等生胚表面微微定型后 就要不断地来回翻动 炸制表面呈微黄色 立马出锅 利用厨房纸巾吸去表面多余的油脂 上桌后趁热在其表面撒上糖粉 外表抗淡去白白胖胖 渲软无比的雪棉豆沙就制作完成了 做这道小吃最讲究的三点就是 现做现炸现吃 所以趁着吃才是最好的味道 刚出锅时外裹的表皮是酥脆的 而内里的蛋白层鲜软细腻 搭配最里面香甜软糯的豆沙馅 一口下去是满满的面香味 淡香味和豆香味 这口幸福总让人欲把不能 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如果喜欢今天的分享 记得给我点赞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